那另外有一個案例 在這12例之外 有一位訪療確診的個案 是14734 那整體在調查追蹤 那一方面我們有 他們大概今天早上 大概是已經送這個 他相關的檢體來到我們的昆陽 那我們會做 基因的定序 大概也要兩天後才能夠把這個基因定序 能夠把它做出來 也可以釐清一下跟這個群聚的一個關係 那這個案子當然他最主要 他是要準備要入院 去開刀 所以在入院的事前 我們現在全部要 住院的時候 都要做PCR的篩檢 的檢驗 所以他在 要做6月26號要做入院前的PCR的檢驗 然後是就驗出來是陽性 那當然接下來他有幾個大家比較關心的 就是說 一般來講 我們在6月26號是確診往前 是最三天的一個感染期 那不過因應這個 Delta病毒株的可能性 我們也是不敢大意 所以 他有6月20號個案有兩位親戚從臺北南下 探視 那6月27日我們把它列為密切接觸者並採檢 那結果這兩位親戚目前檢驗的結果是陰性 那這個他整個因應要到仿療醫院 他在 要檢驗陽性之前 有到這個門診 看過幾次病 所以這個仿療醫院除了他的感控升級之外 那 整體 從6月28號起暫停門急診 那進行環境的 清銷 那第一波的 第一波醫院的相關工作人員 也進行採檢的 那67人的PCR皆為陰性 然後在匡列 相關門診就醫及陪病的家屬 的名次 那交由衛生單位追蹤及採檢 那目前這匡列的人數 總共匡列了 274位 那均列為居家 接列為居家隔離 那主要都安排 他入住於集中檢疫所 全部都入住到集中檢疫所 那採檢 我們入住之後 那採檢就會立刻來 進行 那目前來講 檢驗數目還很少 我想大概 這兩天 在集中檢疫所一定下來之後 我們 就會立刻來進行相關的採檢的作業 謝謝指揮官 這邊再幫東森問一題 就是屏東果農案14734 他的家人 或太太有確診嗎 或者是有症狀嗎 這部分有沒有掌握 謝謝 大概我想很快的結果就會出來 我想很可能是會列在我們的暗號裡面 所以我們等最後的結果清楚跟大家報告